大家好,我是蒂舌祖 那我们要讲的是Martin Ninch的Deburing 然后我们在这里先稍微简介一下 就是我们要怎么产生出M张模糊的图片 就是我们首先用一张清晰的图片 然后去乘上不同的Kernel 然后可能会加上一些Noise 就可以产生一些模糊的图片 然后再次我们来讲解一下FBA 那FBA基本上是在频率上进行加权频率的运算 它是把每张比较模糊影像的部分 较清晰的部分保留下来 然后再将清晰的部分呢 合成出一张照片这样 然后我们要怎么计算呢 就是首先我们要对每一张书的影像 去做复利的转换 然后再根据我们所选择的参数P 去当做它的权重 那基本上P是一个大于0的值 然后呢它能控制不同影像 在频率的累积与聚合 它会影响到输出的品质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使用了六种Kernel 去合成出六张模糊的影像这样 然后呢我们再去做我们FBA 可以感觉到说 我们做FBA后的结果 它基本上是跟左图圆图 就是Blur的图片比的话 它清晰度有蛮明显的改善 然后呢我们后来想说 如果只有六种Kernel的话 好像有点不太够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Kernel 跟Kernel减去做CAMLUCH 就可以产生出很多种 七星怪状的Kernel 我们就不用自己去拍 那我们就可以增加出新的图片数 然后经过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Kernel 我们就可以产生很多种模糊的图片 然后呢我们经过FBA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当P的值越大的话 它就越锐利这样 但我们会发现说 它会产生隔线的部分 那我们在想说隔线的部分 可能是因为它高频的成分太多 或是它锐利度太强 所以呢我们想说 能不能或许使用个LogPassFilter 看能不能改善这个隔线的部分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说 我们如果使用高线的LogPassFilter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我们FBA做出一个隔线 我们在猜是因为可能是锐利度太高 或是高频的成分太多 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使用LogPassFilter 来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对我们这个FBA出来的权重呢 乘上一个 通过一个Gaussian的LogPassFilter 那我们这个Gaussian的LogPassFilter 我们使用的公司是 就跟我们作业一的做HDR 做给的这个Gaussian的公司是一样的 那结果呢 我们感觉出来说 有加这个Gaussian的LogPassFilter 跟没有加的比起来 它的隔线确实是消失很多 那我们首先来看 如果今天这个 绿波系的大小越大的话 基本上它可以效果越好 因为代表说它每次涵盖到的Pixel 数会越多 所以基本上它可能 平滑化的结果 会越好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萤幕黑色的部分 可以蛮明显的看出差别 然后再来是字体的部分 也可以发现说 如果当N越大的话 基本上它隔线会消失的 变成 就是它隔线会消失 然后再来是 如果我们调整Standard Deviation的话 基本上效果越来越好 那为什么我们调整 Standard Deviation效果越好 基本上 如果对Gaussian Distribution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Standard Deviation 越大的话 基本上 就是代表说 这个Gaussian它会变得越胖 然后会变得越矮 所以基本上它的平滑度 应该会越好 然后再来是我们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 不同的LogPassFilter 来实现看 收定会有更好的结果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尝试 这个假设的结果 应该是算是蛮好 就是最后我们可以感觉到 AverageFilter 会比高线Filter 来得好很多 那基本上AverageFilter 其实就是感觉很像是 高线Filter Standard Deviation 加到超级大 变成超级胖 超级矮 感觉就会跟AverageFilter 蛮像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 我们在这个字体的部分 也可以发现说 当N越大的话 基本上好像它的隔线 消失的越少 但我们也可以感觉出来说 它好像越模糊 所以我们N也不是能 想说 既然说是越大越好 就把N加到超级大 好像也不能这样子做 这样的话 它的细节可能会消失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N越大的话基本上 效果也会越好 那基本上 到底应该就是跟我们刚刚讲 高线差不多 代表说它涵盖的PIX 走出越多 所以它应该会越平滑 然后再来是 基本上结果就是 N越大越平滑 然后再来我们做一些 其他的尝试 基本上我们就是想看看 尝试看看部分模糊的结果 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尝试看看 丢一个 一个移动中的模糊物体 来测试看看这个结果 那基本上 因为FBS 它是透过各种照片 去用不同权重 所以基本上 最后合成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会有每一张照片的成分 所以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说 它好像每个照片的成分都有 而且这个模糊的物体 变得透明蛮多的 那这种技巧呢 或许可以拿来当作 一种特效使用 那再来是我们做HDR 那基本上我们想说 FBA的精神跟HDR还蛮像 因为HDR就是希望 能将图片中 过步的部分 过弯的部分 各取其长处 然后合成出量爱兼具的照片 一开始合成出来 结果会发现说 它有奇怪的颜色跟artifact 所以我们在想说 有可能是P色太大 那基本上HDR 应该是要 让每一张照片的贡献度 都相同 基本上结果才会越好 所以如果把P调成0的话 其实结果就蛮好 那再来是我们想说 看能不能使用 不同的exposure time 做HDR 然后又有blur 看可不可以 直接做一次FBA 就可以把这两个问题修正 但我们会发现 好像不太行 我们看这张图片 就可以感觉出来说 对HDR来说 它好像做得蛮好 但是对blur来说 它还是蛮模糊的 那后来又想说 那我们干嘛 何必做sharbring 又做一开始FBA 就做Smooth 所以我们想说 后来就把Lofus filter拿掉 看结果 但我们如果把Lofus filter拿掉 基本上这个格线的部分 就会很明显 所以应该也是 不太能这样去做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这组的报告 这样 好